像NBA输送人才的大学还有豪门肯塔基大学,肯塔基大学历史上并没有很文明,但是在2005年后,开始崛起并向NBA投入大量的人才。 迄今为止,一共向NBA输送了105人,甚至高于杜克大学和UCLA,在2010年以后,不但输送人才变多,平均下来一年超过4位,而且质量上都会有全明星品质的球星产生,已经成为今年来高逊卫星秀的来源地之一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盘点NBA历史上来自肯塔基大学的五代NBA球员,伍德文布克德文,布克是2015年被以三顺为选中的。 最为人熟知或者说诟病的就是70分之夜,那是一场比赛,布克手感爆发得到了70分,这个目前致敬过最佳新秀阵容一阵的小伙子,让人们看到了自己,也记住了那个虽然球队失利,但是仍然有心情和隐庆朱德文的德文布克。 抛开这个不谈,布克作为一个NBA球员,是一个出色的射手,他场均可以得到19.8分,上赛季更是场均接近25加,并且民众率尚可,虽然防守细碎,但还可以挽救。 尽管高阶数据不大好看,但要知道这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年轻球员,相信之后布克可以更好的提升效率,提升自己的比赛。 斯堂斯堂斯是在2015年,以撞先被选中的,这个天赋满满的大哥字与布克是校友也是队友,在大学,他场就可以得到10.3分6。 7篮板,数据不突出但展现出了天赋,这就是NBA球他们需要的东西,来到NBA,唐斯成为进攻端的天才,无所不能,无处不在,在第二个赛季就场均25加,并且有12.3个篮板,在进攻端,他能做的不止是篮板,倒差还有3分。 自主进攻这些巨星必备的东西,唐斯也成为森林郎的崛起基石之一。 三约翰沃尔沃尔是2010年的撞秀,此后数载,一直在奇才队贡献着自己的一切,从联盟谁见谁期的弱基球队变成了如今,不要在我的底盘和我说是什么葬礼的季后赛场课,一切都是沃尔的坚守。 更让笔者欣赏的一点是沃尔有着古典的气质,不随波逐流,肆意抱团,而是坚守自我,即使这样会够不到总冠军,但是就是坚持,就像沃尔在球场上做的那些决定。 在关键时刻的绝杀,沃尔正如佐罗,维持着自己心中的争议。 两个马库斯考心斯考心斯和沃尔是大学队友,也是在2010年第五顺位被选中。 就像一个小孩子,考心斯的脾气,一直是阻止他进步的最大障碍,可能是心智原因,身后的考心斯竟然接不到一份考古的合同。 一气之下,加盟勇士队,组成终极无敌的史上最豪华五虎,库里,汤普森,格林,杜兰特,考心斯,这是提前预定总冠军的意思,也是考心斯自我的证明。 一安东尼·戴维斯,安东尼·戴维斯是2012年的转,生涯是,近六个赛季,场均23.4分10.3,篮板2.4盖帽,进攻优秀且防守更坚挺,一个球员如果只有进攻数一数二。 但是防守不行,在球队真冠层面是不合格的,而戴维斯是十年一间的天才,是攻防全能的球员。 只要有不错的队友和教练,夺得总冠军是会有很大机会的。